是森林里的鸟中之王 习性喜欢群居 独行 大实 头脑冷静机智 他形态雄美 天生是个善战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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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都是你晚来一步 有人比我们先来了 那小子背上的包袱里不知道带走什么东西 咱们进去看看再说 是什么东西 黑银 我在这等你很久了 南山虎 为什么拦着我的去路 只要把你背上的箱子留下来 我就饶你一条命 买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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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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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杀害的 为了查证爹的死因 我决定留在这镇上 对 咱们一定要找到杀爹的凶手 为爹报仇 这是我做哥哥的事 你乖乖的听话 把爹的骨灰送回家乡去 好让他老人家能落叶归根 不 我要跟你去 江湖不危险 你跟着我会遇到不测的 哥哥 你放心 这几年我在你身边学到不少的本事 我会照顾自己 不比你操心的 那么 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 不许你跟我同吃同做 第二 不许让别人知道你是我妹妹 这很简单 只要我把自己弄成小叫花子 谁也认不出我来的 你看 你看我像不像 奇怪 哥哥 你好 客官 里头请坐 来 离请 请 这坐 客官 你要点点什么 客官 你请你请 来 辛苦了 请坐 这江南地衣服干的怎么样 这年头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三天之内真的干好 这家主人出着好货 我三天的工钱就拿了四两金子 你看 早知道我也去了 就是 谁叫你不去 当初我叫你去 你不去 现在后悔了 这么多钱 真是后悔 我们来点卤菜 好 好 大家快来看看 轿子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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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看 这一定是江南地衣服的主人 对 你说的对 我也一辈子没敢 来 来 来 江南地衣服的人 不晓得 都会这么难的气 你看他打不如全都给了很多 是 这会有几次 三天就购乱了 好了不起 怎么是这样子 没有感觉 没有 我的鸡腿呢 我的鸡腿呢 我的苹果也不见了 我的鸡腿呢 你看到没有 没有啊 我刚才明明摆在这儿 就是啊 就是啊 把这吃了 好 你想干什么 你逃得过他们 却逃不过我 我刚才辛苦弄来的 你也想分一份 你逃不过你呢 有话慢慢说 你想吃什么 随你跳一样好了吗 我这两个都不要 只要你背后这个箱子 但是我却想要你的命 恐怕你要不到 怎么来 怎么来 让开 让开 我们家工程到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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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步行 第一个东西 再转眼 一层二 一把 明白的 很波及 多多 都不可能 你们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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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叫我一声好仗 我再生一个给你就是 恐怕你没机会生了 谢谢你改来帮忙 先别谢得太早 告诉我 这句标从哪来的 我从飞翼战石会来的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 你就是坏人 没想到今天晚上江南第一府比往常还热闹 如果你能下来帮我把他们赶走的话 我会给你好处的 这种狗咬狗一嘴毛的热闹 我只喜欢观赏 不喜欢加入 免得沾得一身臭 你还是自己应付吧 看来咱们都上当了 最可疑的人恐怕是这屋顶上的家 你到底是谁 姓什么 我姓段 我姓段 是当年驿站被害断封的儿子 我姓龙 龙武的儿子 原来我俩都是受害的后代 还有我也一样 我不姓长白 长白雪只是我的外号而已 那你是谁 我姓铁 铁云飞的儿子 原来我们是断铁龙三家死者的后代 今天全到齐了 那么看来 眼前身份唯一可疑的就是你和屋顶上那个人 其实我只是个靠出卖青春换取男人欢欣过日子的女人 谁珍惜我 我就属于谁 要是我没猜错 杀人解保灭口的 就是屋顶上这位老兄 要是宝物真的落在我的手上 我一定会在这江南第一府的对面 盖一座像皇上住的养心殿 来好好的想想轻浮 也绝不会穿这身破衣服 坐在人家的屋顶上 孤零零喝冷酒 那么你到底是谁 你问我吗 我只不过是一个浪迹江湖无名无姓的人 那个把你关在古塔上的怪人 很可能就是屋顶上这位老兄 等咱们自相残杀之后 他好渔翁得利 安心的带着宝物 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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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你还要打了 金公子 金公子 谁下毒手 老葫芦 其实十七年级捷宝的凶手 竟是他 你是说我爹 原来那神诸鬼魔的怪人居然是他伪装 那么他一定是金林彪司马长青 现在我明白 福分在天是不可强求 没想到金贝那老葫芦给瞒了 何止把我都瞒过 连他的亲身女儿都给骗了 我不相信 我爹会是那种人 这就是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下场 已经证明真凶不是我 解药给给我了吧 既然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了 就一个都不要想活了 爹 这是怎么回事 我等了十几年到荣华富贵 不能给他们一夜之间就毁掉了 赶快叫他们把兵器放下 否则的话我先宰了你 爹 我就不相信 你狠下心杀了你的亲生女儿 其实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那我是谁 你是喜婆婆的女儿 从小被我抓来放在身边 掩饰我的身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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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 好 çi 这老狐狸一死 看来我们要找到保护 也随他石沉大海 今后我也只有再回江湖 过流浪的日子 慢着 不要失望 你们要找到保护 就在眼前 这下探险马的皮 只要见到了血 就会陷出东西 上面致命 是在瀑布旁的一棵老树下 怪不得 他以前叫我不要乱丢这件皮背心 宝图在哪 拿给我看看 我们想了多年的宝物 终于出现了 现在你们可以瓜分了 莫非你想独吞 不 这些宝物咱们谁都不能得 为什么 这些应该 为他这个断手的人带走 黑鹰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看了这个 就明白 遇见一片侍卫 原来你是朝廷里的人 能破了这十七年的选案 就算断支守备 也值得 这些宝物 老你带回朝廷 以免遗落江湖 又造成五指的祸断 这真所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各位 咱们后悔有期了 没想到我是一个身世不明的孤儿 现在 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去了 马长 还有我们三个留在这陪你打猎 不 该留的是你们两个 我还是喜欢浪跡天涯的日子 我先走了 我也不能留下 因为我必须把先父的遗物 这把古刀送回去 他们都走了 你也该走了 我不想走 因为我对人世间繁俗的日子已经过腻了 还是留在这深山幽谷里 与世无争 来得清静 嗯 你说是吗